最近,美国1500万剂新冠疫苗报废的消息受到关注 位于马里兰州巴尔地模式的疫苗制造工厂Emergent BioSolutions 因为员工弄混药剂成分这一低级错误,导致疫苗被迫销毁 据政客新闻网6日披露,根据两位直接知情人士和一份内部报告显示 特朗普和拜登政府的高级官员早就知道该工厂存在监督和质量保障问题 早在去年6月,特朗普政府疫苗项目曲线行动的负责人 以及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的官员就收到过一份关于该工厂的内部报告 该报告由政府官员撰写,认为该工厂在雇佣和留住熟练工人方面存在问题 意味着它无法保证成功生产疫苗 该报告被提交给特朗普政府的高级官员 此后,特朗普政府官员在过渡期间将这份报告 以及曲线行动相关重要文件移交给了拜登团队 警官早就收到警告,但是前联邦政府官员表示 由于有能力生产新冠疫苗的工厂寥寥无几 该工厂自然被列入其中 目前,白宫和卫生部尚未回应该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